我留了一部電話在那裡 香港有一間好酒店 Hello 今天是1月3號 我現在是大陸 今天會和家人一起去旅行 我家四個 再加上婆婆五個一起去 我們旅行的目的地就是長沙 長沙都是我們全家都沒去過的地方 今天我們會乘高鐵去 車程大概在三個半小時 由廣州南出發 現在來到高鐵站了 因為已經是上班的日子 所以高鐵站也沒有很多人 因為我回來那天是1月1號 高鐵站爆很多人 連入閘也排了十幾十分鐘 所以今天就很快進來 但我們就做了一個多小時來到高鐵站 現在先去買一杯咖啡 我昨天晚上不能睡覺 所以有點冷睡 上了高鐵了 戴了一個很可愛的口罩 這裡冷很多 跟我去上海那邊差不多 今天穿了一件冷衣 很冷 這裡我們在DD 訂了一輛七人車去酒店 但後來發現 原來訂兩輛四人車 是會便宜很多的 門口停了兩輛靚車 這裡有一輛 另一輛有一輛 鮮奶油的味道 這裡有一陣 鮮奶油的味道 我叫做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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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在長沙入住的酒店 就叫做 順天海濱司機酒店 名字是Kampinsky的陰翼 所以聽起來有點奇怪 但其實這裡是一間很漂亮 又很值得住的五星級酒店 剛才就在門口看到 他很氣派地停了兩輛Rose Royce 入到酒店的裝修都很漂亮 我和弟弟住了一間雙人房 落地玻璃可以看到 房間很明亮 這裡可以看到高層的城市景 房間的洗手盤 設置在走廊的位置 特別提一下 因為我對牙刷很敏感 稍微硬一點點 我都會流牙血 但這間酒店的牙刷 是軟無牙刷 非常之舒服 浴缸設置在浴室的窗口位 可以放浴簾遮擋 浴室和廁所的空間都不算很大 但它會有一些有心思的設計 就是在浴室的天花板有個音響 而調整音量的按鈕 就是在浴缸的旁邊 如果喜歡一邊浸浴 一邊看電視的話 就完全不用擔心 忘記拿Remo進來 另外房間的插鬚也是萬能插 非常方便 因為當日我們三間房間不在同一層 所以酒店就幫我們免費升級了其中一間房間 婆婆就住在這層的轉角位 讓大家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主要是浴室變大了 浴缸正對著外面 感覺這裡也算高 而且遠離其他建築 應該私隱度也比較足夠 最後看一看健康 地方闊落 氣材充足 所以入住的時候 下來做健康也是不錯的 這間酒店究竟多少錢呢 我自己就覺得性價比超高的 我剛才就是阿高達用了每一米的8%來預訂 雙人房一晚只需要450元人民幣 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來市區稍微遠了一點 大概需要25分鐘的DD車程 而且附近的餐廳選擇都會比較少 我們出門了 會有一個叫五亿廣場的地方 市中心 浪費了 現在正在等 滴滴 我一下車就按摩了 我留了一部電話在那裡 接著打了兩次電話 幸好司機有聽到 而且他說待會回來拿給我 好人又好目 第一個地方 我們來到五亿廣場 這裡算是長沙最市中心的地方 這幾天大部份的行程都會在這裡附近展開 很多景點都是在步行的範圍內 所以如果喜歡方便的話 住在這邊就真的可以由焦玩到客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廟街美食廣場 我們先進來吃下午茶 全部都是長沙比較地的食物 可以看到又辣又重口味 第一次吃小龍蝦 看這裡 這麼小的呢? 就是這樣 小龍蝦 好像很濃烈一點 聞到其實也不是臭 為什麼浪角有間很臭? 浪角有間很臭 肥五米都聞到 拿回那部電話了 覺得很幸運 這個司機很年輕 一個年輕女生 我想吃台灣 這是米lov的肥五熊 吃牛肉 不會吃牛肉 吃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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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太陽已經下山了 覺得很冷 做了一件很厚的樓 準備去一個叫太平老街的地方 都是素街的 然後就過去看看 從五一廣場走去太平老街 只需要大約15分鐘 沿途見到有很多小食店 太平老街處於長沙的舊城區 由影片中可以見到 它很熱鬧的 裡面有各種各樣的食物 其實隨時之外 這裡還有幾個古蹟 例如解宜故居 明吉帆王虎西牌樓等等 第一站 我們就試了長沙的知名小食 糖油陀陀 炸! 露米奇的感覺 這邊是甜的 最取定 這間醬豆腐不夠 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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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吃什麼 這裡很大 這是 OMG他們叫很好 這是深圳經常見到的廢大廚 先點一份辣椒炒肉 我想吃壽司雞吃什麼 廢大廚是一間全國連鎖的餐廳 它是做湖南菜的 覺得蠻特別的菜 就是這個 原隻手絲烤雞 還有第一次見的炸汁魚 除了魚之外 其他東西都沒有想像中那麼辣 很辣 現在是一個商場 但是想到去 轉進去 就可以去到一個叫做文和遊的地方 裡面就是很可愛的 帶大家去看看 好可愛 這裡 平日也有很多人 還有一些小吃和餐廳 因為我們也吃飽了 但是他會在這裡 隨便周圍看 這裡很大 下一個地方 我們會去道普江角 看一棟很古色古香的建築 裡面好像有一些道普的博物館 就去看看 那裡要提前預約 那裡就是完不完今天的行程 遊文和遊去到道普江角 都是一樣走十幾分鐘就可以去到 這裡是一個建在雙江旁邊的古色建築 一路走的時候 都可以去沿途欣賞相當的風景 在這裡附近 有很多人唱歌表演 也有不少人穿古裝在拍照 感覺都是一個很多年輕人喜歡聚集的地方 進來這裡的成人門票是十一元人民幣 進去總共有四層 每一層都有一些關於道普的事跡和歷史介紹 但是更多的人就喜歡去到角樓外 看夜景和拍照 我現在上了這裡的四樓 外面可以看到很美的夜景 然後旁邊就是雙江來的 這個是傳說中的夜床服務 他幫我撿了一張床 我是沒有要求的 我來看完健身之後 看到旁邊有這個做massage的地方 我教過中式足療 然後就說是會按月位的 而且我都可以選擇按其他地方 就是可能肩膀 小腿都可以按 因為我走了很多 我就覺得我想做 然後都挺划算 原價二百三十幾元 然後我在美團賣是一百二十三元 然後還有送食和東西 又不給大家看看 這裡有個manual 人心第一次浸腳 但是覺得熱到爆 我直接把他加冷水 總共我覺得 這間是一間挺舒服的按摩店 而且他直接連著酒店 下來按摩也很方便 最棒是 他有我喜歡喝的手打檸檬茶 這裡我有一間自己的套房 還有內置廁所 所以感覺私隱度很足夠 而美中不足 就是按摩師不斷撩我聊天 按完了 我開頭 亂飛起 我覺得這個技師的手法 是超級適合我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上肩頸也有鬆了的感覺 而且我其實很少按 通常是按小腿大鼻 因為我怕很痛 但這個是橫紅都可以 是承受得到的 好了 今天的紀錄就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